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在上个礼拜五开平高之后震荡走低 下跌了24点 刷盘指数1064点 跌幅0.24% 成交金额1125亿元 而OTC市场则下跌了0.5点 刷盘指数是135.12点 跌幅0.37% 成交金额是436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财经专家黄世聪黄总监 总监台北股市上个星期五是 集中交易市场跟OTC都下跌 而外资在上个礼拜五也小幅的卖操 但是市场就此打住了吗 要如何的来看待 对我们还是先从美国股市来看 上个礼拜五的早盘 美国的期值其实是下跌100多点的 这也是为什么早盘的亚洲股市 都普遍表现不好 因为市场都认为说 礼拜五晚上的美国的晚盘 应该表现得不太好 就没想到美国的晚盘的表现 确实比日盘表现要更好 当然有非常多原因 包括说像中美贸易谈判 是不是露出了部分的曙光 那虽然中间的话 这个有川普签的这个紧急命令的这个状况 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利空出境的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整个美股出现一个大涨的这个情形 包括道琼上涨了400多点 那纳斯达克也上涨了45点 S&P上涨了29点 那费半也上涨了7点 约末涨幅都在0.5到1.70个percent左右 那因为其实跟早盘的这个表现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个夜盘中间的这个台子期 事实上是上涨了59点 也就是说他又突破了11000点的这个关卡 那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今天是很有可能会挑战这个 这个之前的这个高点 这一波的这个高点 那这一波的高点的话 事实上我们可以如果注意这个从K线来看的话 他这一波最低跌到9319点之后 往上持续的反弹 那反弹过程中间越过了下降的季线 那现在季线已经翻成这个往上 那同时一路的往上走 那往上走的过程 我上个礼拜曾经讲到 他有可能会受制于下降的半年线 那这里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过程 大概就是被半年线所压制 因为半年线约末是在10116点 那上个礼拜就一直没办法突破11000点 没办法站稳这个关卡 那如果以今天来看的话 今天应该是有机会去往上挑战 但是挑战的过程中间 我还是讲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量能一定要放出来 那目前的这个状况就是 到这一波为止的话 这个最大量能是在2月13号的1405亿左右这个水准 所以要能够再往上放 放到1500亿 甚至1600亿以上 然后有机会就翻越过去 所以要比上个礼拜的最高的成交价还要来得高 对 成交量还要来得高 成交量还要来得高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如果今天没办法往上攻的话 我是比较担心就是因为现在的 技术现行的这个所谓指标 技术指标 包括KT指标 RS指标都在往下走 所以如果今天没办法快速往上站上去 攻上去 甚至拉出一根中长红的话 它可能会再继续被这一根下降的半年线所压制 所以今天务必如果能够拉出一根中红线 然后突破这个下降的半年线 而且是带量的话 这个就有机会再往上攻 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变成是在这边震荡整理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下档大概1万点会是大的支撑 那1万1000点以上都是一个比较大压力 可能会进行一个短线的这个震荡的这个格局 不过就目前看起来的话 往下这个大跌的这个条件可能是不复存在了 因为在上礼拜2月14、15号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过程中间 又传出说这个下礼拜 这个礼拜又即将展开新一轮的谈判 所以就这样看起来的话 市场都在期待着在这个3月2号 3月1号之前中美能够有新的这个这个协定 那当然难度还是有 但是目前市场上已经偏向比较中性偏向乐观的这个局面 所以就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个指数应该是没有往下大跌的空间 但是这个往上攻的话 当然还是要视美国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 还有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定 那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多利空 那加上这个礼拜 所以可以称得上是审慎的乐观 但是关键是要带量突破半年线 对那这个礼拜加上说 这个礼拜三的晚上 这个三星又在发表新的这个手机 所以也进入了新手机的这个密集的发表期 那其实对产业或是对这个科技发展来说 都是一个偏向比较 有比较多的题材可以表现的这个空间 所以我认为说指数应该是震荡之后 应该还是有继续在持续往上走高的可能性跟机会的 好 那么可是在产业类别上面 有没有特别要关注 因为其实NWC也即将要开始了 对不对 也要从这里面看趋势呢 还是从一月份的营收来看趋势呢 对如果用这样来看的话 当然这个一月营收如果创新高 或是表现的不错 当然就是意味着 那今年的这个第一个月就是开门红 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但是如果用从产业面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5G的这个发展 还是非常重要 这个应该是贯穿今年的一个重大发展 那当然它不可能从年头涨到年尾 那所以这种5G的概念股的话 我们不要去追高 我们等它拉回到月线 拉回到极限量缩的时候 可以着量去买进 那5G大家都想说那我到底要买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一个这个股票 其实5G你要先想 5G的这个进程一定是基地台跟设备端先开始 那手机端那一部分来说的话是比较慢的 所以你当然就是往基地台端那一边去发展 那基地台端的话 事实上全世界最厉害的都不在台湾 在包括说华为 包括说像这个欧洲的毅力信 欧洲的Nokia 他们是做这些局端设备 甚至美国的思科是最强的 所以你过去再看这个股票 你又看苹果概念股是什么 其实这个时候你反而要去注意 异性的概念股 Nokia的概念股 华为的概念股 甚至思科的概念股 那这些来说的话 这个其实都一直在盘面上被介绍到 包括说像新兴啊 南电金像电 先锋新复兴这些都是做上游的PCB的 那做到这个光纤的就是上全 那做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网通产品 包括说像制翼啊 包括说像雨智啊 或是智邦等等 这些我觉得还贯 从今年来看的话 还是一个贯穿全年的主軸 只是它不会一次涨到底 它是来来回回 你动股票呢 往上冲上去你不追高 往下拉回个三五天 如果有量缩整理 那就可以着量满进 我觉得这个策略是这个样子来做的 那今年来看的话 它有个族群 我觉得也值得大家留意 那就是散热族群 那为什么散热族群 值得大家留意 散热族群主要focus的是在手机这一端 那因为今年开始要陆陆续续开始 像这个Samsung发表的这一款新手机 它就有支援5G 虽然5G还没有开通 但是它有支援5G 那5G的手机跟过去的手机里面 比较大的不同 当然晶片那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它是更高频 更高频段的处理的时候 手机是很容易发烫 而且手机很容易出现到电力 会有一个问题的这个情形 所以这时候的散热是更加需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双红的股票 虽然说它这上个礼拜表现得不好 但你可以看到它的股价 从去年的最低点大概45块 涨到今年最高点的时候140块 大概半年之内就涨了几乎100块 那为什么 因为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散热 在未来的5G的应用里面 它是会倍增会暴增 因为它是变成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类股 所以我觉得散热是值得大家留意 但是一样 因为它也是涨幅非常大 所以包括双红或是操纵或是建策等等 这些股票都是一样 涨多不追高 拉回到月线季线的时候 这些都是可以留意跟观察的 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礼拜要发表的 Samsung的手机 它有一款是比较特别是 它用这种所谓的折叠式的面板 那折叠式的面板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题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个礼拜的这个台股中间 有非常多折叠式的面板的股族群都已经表现得不错了 包括说像明基彩 奇美彩 还有达麦等等都表现得不错 因为今年看起来飞瓶阵营当中 折叠式手机好像已经成为主流了 是 而且这个的话会 新推的那个手机现在看到的趋向是这样 对 而且新推的速度会非常快 因为今年的话 当然开第一枪的是Samsung 但是紧接而来的中国大陆的所有厂商 包括说像华为 Vivo或是OPPO等等 他们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这个部分的是 面板的话 过去这个Samsung基础是独吃所有的面板 但是在这一块折叠面板里面来说 反而中国大陆是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这个推出的时间会比大家想象中还要更快 那尤其是今年的手机的面板厂商来说的话 这个今年的这个增产的速度会更快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跟中国大陆结合非常密切的 手机面板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 我觉得也值得大家观察 这里面的话 5234的这个达新财 也值得大家留意跟观察 他去年赚大概7块多 那今年预估有8块 股价大概90块左右 我觉得这个算是 如果你从本益比 或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股价净值比 或是从所谓的这个质利率来说都是不算高 所以新阶段有非常多的股票都表现得不错 但是你要留意的还是主流就是那些族群 你千万不要去又去找一些其他的这个股票 其实主流都是那一些 那你要做的就是 如果你 你看那主流其实从1月以来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那你要做的就是说 你要focus那些主流的族群 对 你要来回做它 对 高 冲高就卖出 拉回就买进 你要来回操作这些主流股 在多头市场中才有机会赚到大际 好的 那谢谢财经专家黄世聪黄总监提供台北股市讯息 供大家做参考